日前回答向组成团体发言民众从派去 拦去的物品和事物 动作不足来关注 咱中华高府中心在日日白 各级后也发现同样的状况 民众是在无人上班的时候 从没在地的三户 放在布团里面 但高府中心来就马上离开 高府中心是好友大家 请民众丁肃各级爱心 也要尊重留学民众的尊严 这天躺在肩膀整理布团里面的三户 只能打开到片里面有一个草味 这天也是要整理 全部那个口罩毛巾 这个这个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中华高府中心 其实早三年进前 已经停修离去的三户 并在大门两边的条顶大上公告 为了凤之有民众没看到这个公告 高府中心也将公告搭着的替门上面 希望在乌西上班时 也让民众可以看到 把二手的衣物送到我们的门口 那也因为有遇到大雨 所以我们在把这二手的衣物摊开来之后 发现它全部都湿了 那比较让我们比较伤脑筋的是 因为这些二手衣物本身呢 并不是都是干净的 那有很多像里面有看到内衣啊 用过的口罩啊 还有一些袜子等等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家府中心这边要再次的 也呼吁一下社会大众 请各位需要把就是自己的爱心 用很实际的一个行动 来关心我们家府帮助的所有的孩子们 那在这一些二手的捐赠的物品里面 我们真的是有点感到担忧的是 台湾的社会是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家府辅助的这些孩子们 这个部分是我们家府中心感到比较痛心 跟也是担忧的部分 那今天呢 要借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 来呼吁社会大众 请珍惜珍惜自己的爱心 然后尊重每一个需要辅助的家庭跟儿童们 台湾最小的房间是人 但又不就住小的人和房间变成 家府中心助理王振光标识 家府里在特别的成长过程当中 需要帮助 但却不能用私下的坎公和心态来看台湾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中心逼心 爱好家府里 却让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真的温暖和尊重 再让让他们的未来 全满到健康的人家发展 新春华新闻李明洪何必 查红伯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